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比香港的少 相比较岗位女星 大卫的美女们都会多一分沉淀 古典与优雅 陈德荣 何晴 陶惠敏等艺人 都是当年荧幕上炙手可热的佼佼者 在他们三个人中 陶惠敏的容貌气质是最主彩的 演技也属上乘 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记得 他在荧幕中的精彩表现 深重情节 他的代表作是一个至今无人超越的角色 小白菜 小白菜出自于清末的四大悬案之一 虽然最终平反昭雪 但私人早已 各种的苦痛与委屈 却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 陶惠敏在饰演小白菜一绝时 凭借自己天生的田径与清丽 将小白菜的苦情与绝望 表现到了极致 特别是他那一双刺喜非喜 寒情又非情的眼睛 勾走了不少少男的心 让人恨不得亲自去保护他 陶惠敏 1966年出生于浙江 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话剧团 国家一级演员 1978年 12岁的陶惠敏进入了浙江的剧团 成为一名乐剧演员 4年后 他走向大萤幕 19岁出演了人生第一部电影 《美丽的囚徒》 第二年就被导演谢铁黎向重 出演当时大火的IP《红楼梦》 30岁被特招进了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话剧团 完成了自己的军人梦 在电影《红楼梦》中 陶惠敏饰演的林黛玉一角 被当时的观众惯以最美林黛玉之称 可惜朱玉在前 陈小旭版的《红楼梦》深入人心 不是因为他能力有限 也不是因为投入不够 而是因为纵使你再努力地去诠释一个角色 也无法与角色本人相比 陶惠敏全是林黛玉 而陈小旭就是林黛玉 不过属于陶惠敏的事业高峰即将到来 1989年 陶惠敏参演了他的银幕代表作 《洋乃舞与小白菜》 灵魂般的演绎 让人一度无法从角色中出来 甚至连身边人都开始叫他小白菜 有一次他在北京打车 司机一路都在跟他谈小白菜中的剧情 到终点了还不愿意收他钱 我好像在北京吧 就打车 那司机就一路跟我聊啊 就聊剧情 哎呀怎么悲惨啊 就聊小白菜 完了最后他就不肯收我的钱 你知道吗 我说不行一定要给 就是完了碰到很多这种事情 对 据说他当年差点放弃小白菜一决 因为陶惠敏不争不抢的个性 有时候甚至傻乎乎的 不知道为自己争取点什么 但傻得可爱的陶惠敏总是不缺运气 在电影版《红楼梦》上映没多久 他就收到了一封电报 通知他去试镜电视剧 《洋乃无与小白菜》中的女主角 本来是一件好事 但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运气比较好的新人 没跑过龙套就顺利进入影视圈 但小白菜不同 这个角色竞争力很大 自己就算去了也不太可能成功 在乐剧同事的鼓励下 他才决定试试 而这一世世出了一个火遍大陆的新生花旦 但拍戏必然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皮肉伤更是平常 因为剧情的需要 影片中有很多小白菜兽型的场景 为了达到表演效果 陶惠敏咬牙坚持 而留在膝盖上的瘀青 直到拍戏结束几个月后才消除 正是陶惠敏如此投入的演绎 让这部剧深深应刻在观众心中 甚至还收到了上千封信 信中表达了他们对小白菜的同情 以及对不公平势力的愤怒 在这之后 纵使陶惠敏揭拍了90多部戏 但观众们心中还是离不开那位小白菜 而她也是一个没有架子的花旦 就算面对工作人员的失误 她也敬业如初 然后他们就跟我讲了这个情况 我就说他们就很近地就盯着我看 我说那怎么办 我说赶紧重拍吧 陶惠敏现今已经53岁了 女神的气质竟然没有一丝减退 在人民的名义中 她的戏份虽然不多 演技可是有目共睹的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幸运的老戏骨 演艺之路却难免一些磕磕绊绊 在美丽的囚徒拍摄过程中 因为道具检查不到位 导致一支枪走火 爆裂出的碎片和火药 从她面颊上擦过 顿时血流不止 还好处理得及时 没有造成永久性疤痕 结果她就是拿着这时候 她一使劲忘了就扣扳机 我就当时就看那个火光 它是那种喷出来的 喷射状的那个枪 我这般面脸全是那个火药都进去了 这还不算 陶惠敏五十多岁了 还被人传了好几年的丧夫 守寡 离婚 针对这些传言 陶惠敏从来没有发表过言论 只是将精力放在作品和家庭中 可能奋斗半生的她 不想在里喧嚣 只想安安静静地当一名演员 一个妻子 一位母亲吧 当年桃子叶卡列轻 谁不想高盆 能因阿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